原始料理烹飪節目 Mamma Mia 第二季節目開拍 28號進行主持人定裝 除了棚內攝影烹飪 這次更加入三名外景主持人 走訪失落 在山海間尋找美味食材 透過外景實際走跳經驗 令主持人難忘 水性到那麼高了 所以我是整個進去跳 然後拿那些魚 以前祖先都是會用這個 來去捕魚 我覺得很酷 我覺得我們現在人 都沒有那麼聰明 就是你現在把我丟在森林 我可能不知道怎麼生存 食材是你連去市場 你去高級市場 百貨公司你都買不到 因為這個是部落他才有的 我看到桌上 我們食材其實沒有那麼多 外景主持人實地拜訪部落 採取食材過程 疲惠部落小農辛苦 將產地食材搬於到棚內 再進行料理 讓大家更深入 認識部落文化美食 從產地然後搬到餐桌上面 然後料理給大家看 然後也讓大家知道 說其實族人朋友 有這麼多的一些好的食材 可以給大家知道 這次有別以往 Mamma Mia 將實際前往部落 體會族人採集食材過程 6月18號開始 每週六日晚間九點播出 期待讓大家看到部落特色食材 展現部落產業魅力 記得香蕾島秀 泰北市採訪報導 好的 後來 一個星期 技術